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到自己没钱,很穷,感觉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,各种悲惨和各种生活压力给予一生,压得我好累,压得我喘不过气,突然醒了,才发现,这不是梦,这就是我的现实生活。 前些年我欠了一生的外债,但是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奋斗,有所好转,现在只剩下一屁股债了。 目前的状态是大钱赚不了,小钱赚不着,贵的买不起,便宜的又看不上,你说是不是贱? 有的人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,我告诉你并非如此,那钱是香的。 没钱的时候看不起自己的人,往往有钱的也看不起别人。 最后,愿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尊重,少一点歧视。 昨天跟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聊天,他说他对生活感到迷茫,麻木,十分悲观的认为自己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 那我当即的批评了他这种错误的想法,我说你还年轻。 我二十岁的时候也曾和你有过同样的想法,但是后来直到快三十岁的时候我才知道,人生其实可以更糟糕的。 哪有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这么好的事情? 时间是最无情的,他才不会管你睡没睡醒,你只要稍微耽搁,他立马帮你改变故事的结局。 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成你还不起和来不及。 最可怕的事情不是你做不到,而是你一天啥也不干你还敢想,那时间也只能呵呵了,把你干掉。 所以二十几岁的你,请放下你的自尊,收起你的懒惰,退去你的愚昧,穿上你的现实,冲出你的花迹,走出你的人生。 谢谢大家。 你之所以迷茫,是因为你的才华配不上你的梦想。 想的太多,却又做的太少,高不成,低不就。 只想做天边的事,不想做手边的事。 大事干不了,小事不肯干。 想要解除迷茫,就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。 就要从小事情做起。 能力,不是从做大事得来的,而是从这些不起眼的事情中一步步锻炼出来的。 小事不肯干的你,那么大事就不会轮到你。 所以,从现在开始,地球上的垃圾都归你来扫。 当你觉得生活很难,但又不想去努力赶进的时候,其实也没有关系。 请您放心,明天一定会更困难的。 兄弟姐妹们,不要再做梦了。 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不了而后,即便是地上有一打钞票,你不付出弯腰巨检的脑洞,他还能跑到你的兜里去吗? 所以还扯啥?干吗? 干!